不好意思 问一下女生宿舍怎么走 你怎么说房顺了 在那边 谢谢啊 也是 你们在干嘛 我就猫 可他不这么认为 猫之所以爬这么高 是因为你在这 对他来说 你就是坏人在抓他 你又不是猫 你怎么知道他怎么想的 你行不行啊 你行不行啊 小心 小心 没事吧 看来还是你更了解吧 逃避和攻击陌生人 本来就是小动物的本能 取得信任是需要时间的 那你说应该要怎么救啊 我觉得应该放一些食物和水在树下面 然后让围观的人都走开 这样小猫自己就下来了 说得没错 大家都散了吧 别吓到猫了 好 这学校里面有很多像这样的流浪猫 要是每个人都可以像你一样 让他们安安稳和生活的好吗 还是有个家比较好 至少有个遮风导雨的地方 至少有个遮风导雨的地方 你也喜欢动物吗 嗯 所以砍了动物一些型 嗯 哇 学校有好多小动物啊 除了很多猫 还有很多狗呢 女生宿舍就在前面 到了 这个就是 对 同学 嗯 我听你好像有点口音 你是台湾人 哦 我福建的 爸妈荣誠工作 女人真好 今天谢谢你 不会 我帮你拿上去吧 不用不用 我自己可以的 好 嗯 不用我帮你吗 没事 哎 对了 忘了问你叫什么名字了 叶绍文 我叫林希迟 双木林归去莱西的西 迟到了迟 同学再见 再见 林希迟 林希迟